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袁一 广东东莞恒利镇一家港资企业 星期三突然倒闭 约一千名工人拉起无良老板 还我血汗钱等横幅 在镇内游行示威 又在镇政府前聚集 当局出动大批公安 沿途戒备 当地居民告诉本台 自去年金融风暴后 当地许多企业倒闭 外省民工纷纷离去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在经济萧条下 东莞许多工厂出现债务危机纷纷倒闭 有20多年历史的东莞一家港资企业创英玩具厂的工人 星期三突然发现 拖欠他们多月工资的老板已经走人 发起千人游行示威 表达不满 并希望政府出面解决当地居民罗女士 星期四告诉本台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介绍 创英玩具集团突然倒闭 还拖欠了工人三个月工资 千多名员工部分留守厂房 其他的上街示威 员工拉起两横幅 无良老板还我血汗钱 求求政府 几年关已尽 我要回家 前往正政府讨薪 由于人数太多 警察未有阻止 但在正政府部署了大批警力戒备 网传的现场照片显示 穿工作服的工人在马路中央 一字排开 游行到正政府大楼外 戴头盔 吃警棍和盾牌的防暴公安 守卫在正政府大门前 厂区内也有工人聚集 本台多次致电该公司 但无人接听 记者于是向正政府查询 想问一下创应玩具厂倒闭的事情 现在很多工人没有工资啊 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不是我在负责这件事情 昨天好像有近千人到你们那里 要求你们协助啊 我们已经有相关的同事已经在跟进这件事情了 那现在这个厂怎么处理啊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哦 今天游行有没有 这边没有 正政府对这个事件重视吗 大娘重视 而恒利战社保局职工周四下午接受本台查询时称 工人已拿到工资 但不知道这笔钱由谁来支付 在台湾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 在选前举办的国际记者会上表示 台湾始终高度关注习近平接班后的两岸政策 但整体看来 看不出习近平上台后有任何改变的理由 蔡英文则强调 不能在经济上过度依靠中国大陆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同发自台北的报道 距离大选投票只剩下两天 马英九周四上午在一场国际记者会中 被问到如果胜选对即将接任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有什么印象或期待 马英九说 我们实际上呢 从我们一上任开始就在注意啊 未来的领导人呢 他的政策 他的风格 跟他可能采取的方向啊 我们都经常密切的注意 但是从整体来看的话 我们看不出来会跟现在的大陆的领导人有重大的参与 尤其是就点案的关系方面 在投票前两天 蔡英文安排整天在桃园一带扫结败票 沿路受访时 他批评各地都传出了用钱买票的汇选传闻 那么听到这样的消息 真的让人感到痛心 如果通用可以换选票 如果总统可以用买的 真的这是台湾的最大的耻辱 也是民主最大的悲哀 对于大陆政策 蔡英文强调 台湾应该跟中国大陆保持稳定的经贸关系 但如果随便开放的话 可能造成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大陆 这将使台湾面临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不确定性 这一点必须非常注意 也有相当的风险 自由亚洲电台拍摄制作的纪录片《寻找青天》 真实地展示了北京上访者的生活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寻找青天》 京城上访者的故事片段之时一 这是北京多年最冷的一个冬天 在这个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时候 本来春节将至应该合家团圆 但这些访民没有了家园 就在街头向尾辟静之处这样洗身 现在这零下十多度的低温天气 时好也冷却不了这位退休医生 对自己冤情叙述的热情 我叫王淑琴 是七二世龙沙区的经历 我是63年中专毕业 学校直接把我分到杜蒙县人民医院 分到县卫生局又分到县人民医院 做卫生工作 可是74年我因为生了孩子 孩子二十多个月还不会胀着 组织上照顾我 给我调到七二世 我是从74年进到这个七二世 78年邓小峰提出来开放搞活 我是83年进的医师 可是84年工资偷偷地给我改成了 从62块5降到42 我88年进的主治医师 可是取消了我的金贴24块钱 90年北大仓酒厂聘我为主治医师 可是91年偷偷地给我清理到劳动局 改成了秦扎工 98年党提出来让我退休 下岗离港退职可是给我变成了秦扎工退休 我不明白 我们党有这样的政策吗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网站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袁一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